一个经济复苏的国家 年轻人找工作容易 企业业绩大涨 外贸持续向好 公务员和职员都在涨工资 公务员敢于辞职 这是真正的岁月静好 作者金伦 8月15日 日本公布了第二季度GDP增速 出乎所有人预料 经济学家本来预期只有2.9% 结果日本第二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折合成年率增长6% 创2020年最后一个季度以来最快增速 即三年来最快 日本上市企业 2023财年一季度 4-6月财报已基本出炉 净利润总计 不含基隆行业为10.82万亿日元 约合人民币5400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46.4% 增长主要是由于软银集团 SBG亏损大幅缩小 制造业增长11.2% 半导体供应短缺的情况缓解 产量提升的汽车等运输设备表现良好 除SBG以外的非制造业增长2.1% 许多企业宣布上调业绩 预计2023财年总额将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说日本经济已经复苏是可以确认的 那么日本做对了什么 怎么就从一个超低的归宿增长走到今天了 我们仔细讲讲 一日本产品在努力赚欧美的钱 日本手上有好几张烂牌 烂牌之一是人口急剧下降 日本的人口情况其实是很危急的 危急到某些网友以为日本很快要灭国的程度 危急到首相开始喊话 你们赶紧生娃 近日 日本总务省公布人口动态调查结果显示 截至今年1月1日 日本总人口为1.22亿 较上一年减少80.52万人 降幅创下1968年开始调查以来的最高纪录 由于冲绳县人口数量从此前的增加转为减少 这也使得日本47个都道府县首次全部出现人口减少情况 根据联合国全球人口规模数据 日本已从1990年时的全球人口第七大国滑落至2022年的全球第11位 最新预测认为到2050年 日本的总人口数将继续滑落至全球第17位 跌至越南以及菲律宾之后 日本一个经济大国的人口数量 未来将跌到了越南和菲律宾的后面 确实让人觉得日本不行了 快要灭国了 日本是如何在人口急剧下降的情况下实现经济增长的 我们来剖析一下日本的外贸出口数据就可以了解到部分真相 6月日本出口87441亿日元 同比增长1.5% 连续28个月实现增长 进口87011亿日元 同比减少12.9% 日本外贸总额174451亿日元 贸易顺差430亿日元 这是日本过去近两年23个月以来首次实现顺差 原因也很简单 出口多了 进口少了 汽车 机电产品 化工产品等的出口额增加 推高了整体的出口 再就是资源价格上涨的情况趋于稳定 原油等的进口额减少 降低了进口成本 日本的出口产品 在努力赚欧洲人 美国人的钱 主要是赚美国人的钱 6月 日本对美国贸易顺差8175亿日元 同比增长37.4% 6月 日本对欧盟出口9181亿日元 同比增长15% 对欧盟贸易逆差262亿日元 同比下滑81.3% 再这么盖下去 日本对欧洲很快也是顺差 很多网友还在说 日本失去了30年 这哪像失去30年的样子 日本的制造业确实很给力 欧洲 美国都需要 这是实打实的买卖 02职员公务员都加薪 我说过一句话 所谓高质量GDP 就是给普通人涨工资的GDP 日本第二季度GDP增速上来了 这还不算啥 关键是很多日本人加工资了 包括很多公司职员和公务员 说好的经济危机 日本不行 以及大萧条呢 怎么 他们还加工资了 我严重怀疑 这是假新闻 结果发现 界面新闻转发了日经中文网8月7日消息 日前 日本最大经济团体英团联 公布了2023年春季劳资谈判的最终统计结果 大企业包括定期加薪 与上条基本工资在内的合计加薪率达到3.99% 比2022年的实际情况高出1.72个百分点 平均加薪幅度上升了5800日元 约合人民币293.47元 达到1.336万日元 约合人民币676.08元 均为约30年来的最高水平 此次以21个行业的241家大企业为对象 展开调查 统计了16个行业 136家企业的回答 加薪率于1993年的3.86%相当 平均加薪幅度于1992年的1.339万日元持平 羡慕 公务员也即将加薪了 据8月7日的外电报道 日本公务员最高人士机关人事院建议 将本会计年度的公务员平均月薪调涨2.7% 其中包括底薪调高0.96% 涨幅将达到26年来最高 日本公务员可能获得于20年来最大幅度加薪 一般职务的公务员平均年薪将提高到673万日元 33.7万人民币 人事院也建议修改法规 让更多员工可以周休三日 而非只有那些有育儿或看护需求的员工 政府的财政负担则增加约1721日元 不过公务员加薪幅度少于大企业员工 因为公务员要为人民服务 所以加薪幅度不能高于大企业员工 再说不加薪不行了 日本的通胀太厉害了 日本6月份整体通胀率升至3.3% 8年来首次超过美国 日本人民确实意见很大 显而意见的事实是 日本已经告别通缩 通缩比通胀可怕多了 通货紧缩会引发消费者购买意愿能力降低 供果余求导致物价下跌 长期的货币紧缩会抑制投资与生产 导致失业率升高与经济衰退 我的看法通缩就是螺旋式下降 一路滑到底 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很多年 日本一直处于通缩状态 日本政府如判甘霖一般 希望有点像样的通胀 终于判到了 外贸顺差 很多人加薪 告别通缩 证明日本经济确实开始复苏 03年轻人不想考公务员 日本人抱怨的事依然很多 比如2022财年 日本国民负担率已由1970年的24.3% 升至47.5% 换言之国民收入的近一半被扣除用于公共负担 有人建议为解决少死化问题 以后还可能需要缴纳更多的社会保险费 社交网络上怨声载道 认为政府拆东墙补西墙 挤兑国民的钱包 日本公务员也在抱怨加班太多 虽然收入还算稳定 但是没时间花钱 996真的不算啥 有的公务员一天只睡三个小时 据媒体报道 24岁日本女孩山口梅子 此前在日本司法部当过两年国家公务员 我以为能五点准时下班 现实是大家都得加班到深夜 我每天只能睡三小时 午饭时间也很短 想去厕所也得问上次 这和包身工有什么区别 不 连包身工都不如 去年有疫情 厚生劳动省加班最为严重 2022年4月 加班超过过劳死亡线的员工 约830人 占整个部门的五分之一 更有员工一个月加班时间 达到226个小时 这和黑梅瑶有什么区别 应该直接报警 一名30多岁的厚生劳动省公务员 向朝日新闻透露 他经常工作到凌晨三四点回家 忙的时候 部门七八成的人 在末班车结束后也在工作 他表示 我感觉这份工作会 影响我生命健康 休息日也会很紧张 这根本不是一个 能让人保持健康的 长期工作环境 我为日本的公务员打抱不平 日本的公务员领导 真的太过分了 正因为公务员如此繁忙的工作 以至于休息和吃饭都没时间 所以 日本的年轻人 对公务员这个职位 没什么兴趣 近年来 日本报考国家公务员 综合岗位的人数 持续下降 被录取后 工作不到十年 就离职的人数也在增加 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称 远离当官成为日本近年来的一种社会现象 2012年 日本国家公务员综合岗位的报考人数 为2.3万人 此后 报考人数持续下降 2018年 有1.9万人报考 首次跌破2万人 2023年 该国报考国家公务员的人数 减少至1.4万人 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二地址 不但年轻人不想当官 而且已经当官的很多想离开 负责管理国家公务员的日本人事院表示 2013年 工作不到十年就辞职的有76人 2018年 有116人辞职 辞职人数首次超过100人 2019年 增至139人 2020年 为109人 原因也很简单 钱少活多 谁干谁傻 日本公务员薪资待遇 不如大企业员工 且经常加班 这样的铁饭碗 谁稀罕 早走早好 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 于5月26日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 2023年 春季毕业的大学生就业率 较2022年增长了1.5% 达到97.3% 这是时隔三年以来 首次超过上一年的数据 不当公务员 大把值未有我选 这是日本年轻人的底气 04真正的岁月静好 一个经济复苏的国家 年轻人找工作容易 企业业绩大涨 外贸持续向好 公务员和职员都在涨工资 公务员敢于辞职 这是真正的岁月静好 人有了选择的权力和空间 不必因为一个饭碗去勉强自己 这是巨大的进步 日本是怎么实现这种复苏的 除了国际形势的变化 我认为也与日本曾经经历失去的30年有关 1989年1月7日 昭和天皇驾崩 名人天皇继位 年号平成 2018年是平成30年 平成元年的1989年 是日本泡沫经济的顶峰 1990年初 日本股市雪崩 楼市雪崩 年轻人面临就业冰河期 找不到工作 减薪 裁员的情况 大面积出现 从1990年到2018年 日本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1%左右 平成时代对日本来说 是供客时间和艰难改革的30年 平成时代 日本政府出过臭旗 歪招 也下过盟药 狠招 一路烈烈切切走过来 背负人口下跌的巨大压力 也在教育方面备受诟病 但是 居然就走出了隧道 看到了光明 原因何在 我认为 主要和一大举措 三大因素有关 我们该如何借鉴日本经验 经济艰难期 哪些行业受到的冲击小 能保住我们的工作 哪些行业要赶快逃离 孩子到底要学什么专业 找什么工作 才能最大程度避免中年失业 到底要不要存钱 日本人为什么那么爱存钱 这里的每一点信息 都与我们的财富有关 没关系 我们的财富有关 没有这同伴 我们的财富有关 这估讯 多优优独播剧 是不是 的 太多了 吧 怎么